三十六计 第四计 以义代劳 战力 一 战国末期 秦王启用已经告老还乡的老将王俭率领十万大军驻扎在楚国的边境上准备攻打楚国 王俭把军队驻扎在楚国的边境上后并没有直接去攻打楚国 而是专心致志的修筑城池 看起来只是一副守城而不打算进攻的样子 开始 楚国军队急着打退秦军 派了大量的兵力 驻守在边境上处于紧张的备战状态 而王俭在军中鼓励将士们养得身强力壮 精力充沛 平时操练有素 技艺大为长进 王俭心中十分高兴 这样 两国军队相持了一年 一年后 楚军见秦军没有进攻的意思 认为秦军只是为了保住边疆而已 将士们也没有了斗志 决定向东撤退 这时 王俭剑时机已到 便下令追击正在撤退的楚国军队 秦国军队由于一年来养足了精神 个个如猛虎下山 杀得楚军溃不成军 秦军乘胜追击 势不可挡 楚军大败而归 二 三国时期 吴国杀了蜀国大将关羽 刘备非常恼怒 亲自率领七十万大军攻打吴国 刘备率领蜀军从长江上游顺流而下 由于占据了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势 连连取得胜利 士气十分旺盛 一直达到了夷林 萧亭一带 深入吴国的腹地五六百里 孙权任命青年将领陆迅为大都督 率五万人迎战蜀国的百万大军 陆迅深安兵法 他根据敌我双方的情况进行分析 认为刘备现在连连取胜 锐气阵望 并且又处于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势 吴军很难进攻 不可与蜀军正面交锋 于是 他决定实施战略退却 静静观察蜀军的动静 再采取行动 很快 吴军完全撤出山地 这样 蜀国军队虽然处于有利的位置 但无法展开战斗 反而处于被动的地位 想战也战不了 就这样 两国军队相持了半年 由于深入吴国境内 蜀国士兵都感到疲惫不堪 斗志松懈下来 陆迅看到蜀国军队的战线长达数百里 首尾难以互相照顾 并在山上的树林安营扎寨 犯了兵家的大忌 觉得时机已经成熟 于是 陆迅下令发起全面反攻 打得蜀国军队措手不及 他又下令放火烧毁蜀军七百里连营 蜀军乱成一片 伤亡惨重 慌忙撤退 解析 以亿代劳 予出于孙子军争篇 故三军可夺气 将军可夺心 是故昭气锐 昼气舵 木气归 故善用兵者 避其锐气 积其舵归 此至气者也 以智带乱 以静带华 此至心者也 以晋带远 以翼代劳 以宝带机 此至利者也 原意是指先到达战场的一方 等待敌人来到 就从容主动 而后到达战场的一方 只能是仓促应战 处于被动的状态 所以 善于指挥作战的人 总是调动敌人 而绝不会被敌人所调动 以翼代劳 用在军事上是指 在作战的时候 不是直接进攻 而是采取守势 仰精蓄锐 以静带动 积极调动敌人 牵着敌人的鼻子 等待时机成熟 待敌方疲惫后再出击 上面的第一个战力中 起初秦军装出一副守城的样子 实则是在仰精蓄锐 从容不迫 而储军开始处于紧张的备战状态 见秦军好像没有进攻的意思 而放松了警惕 变得被动起来 所以 秦军得以大胜储军 在第二个战力中 由于敌我双方兵力悬殊 陆续没有正面与蜀军交锋 而是实施战略退却 以翼代劳 使蜀军的斗志松懈下来 等待时机一成熟 马上发起反攻 从而轻而易举 以少胜多